這個單元我們要來繼續進行線型函數 尤其是線型函數裡面 因為它的標準是y等於ax加b 那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就是 當a等於0的情況之下 這整個會消失掉 也就是說y會等於b 那至於b是0或者不是0 我們都叫做常數函數 我們就藉由兩題來把常數函數的觀念 再來做進一步的加深 第一題是說有一個常數函數 我們在常數函數以它的標準是 就是a等於0了 y等於f of x 常數函數竟然a等於0 那也就是說y等於b 隱含了什麼重要的意思呢 也就是說不管你的 因為它是一個函數關係 也就是說不管你的x是誰 永遠都改變不了這個b的大小 也就是說這個函數 對於任何一個x來講 它的函數值就是b 不管你的函數輸入什麼東西 答案都是b 有了這個基本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秒掉這一題了 他說f of 5 對於f of 5來講的話呢 它可能也是一個b 加上f of 10呢 它也是一個b 好那這兩個相同的東西 加起來是8 那兩個東西加起來是8的話 那是不是對我們來講 2b就是8 那b就是dota 一個b就是4 對於每一個都是4的情況之下 這個又何具之由呢 f of 1 2 3 4到100 每一個都是4 代表有幾個4呢 有100個4 所以這題答案就叫做400 每一個都是4 那有100個 所以答案就是400 這題就是那麼簡單 再來呢第二題 假設函數y的ax加b 如果函數的圖形通過3跟2 那我們就簡單來畫一下這個圖 假設這個圖 那既然它經過3跟負號 我們就在這邊3 2 3 在這邊 那負號要小心在y的下面 假設它通過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3負2 如果這個圖呢 通過3跟負2 而且是水平線 通過過3負2 這條線是過3負2的水平線 請問ab是多少 那所謂的水平線就是這一條 就是這一條 那這一條來講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y永遠就是負2 那y如果永遠是負2的情況之下 就代表a等於0 那b就是負2 所以a就是0 b就是負2 那基本上這一條也是所謂的 常數還數的一個基本的應用題 我想這兩題希望同學們 能夠對常數還數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加油